美日韩三国即将举行峰会 声称要维护地区局势稳定 还表示要实现印太地区自由开放 三国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就在美日韩峰会举行之前 中国在美国的后院与77国举行了会议 释放了重要的信号 那具体的内容又有哪些呢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 这里是东东呛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根据环球网报道 在8月18号的时候 美国 日本和韩国将会举行三国领导人峰会 在此之前 美日韩三国外长是先举行了一个线上会议 声称现在的地区局势非常的严峻 三国之间的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 这次在美国戴威营举行的峰会 将成为美日韩三方合作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虽然说三国没有明说 但是这一次美日韩峰会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其实就是构建三国军事同盟 为了避免刺激周边国家 日本和韩国 我估计大概率是不会公开承认 美日韩军事同盟成立 但是他们肯定会在美国的带领之下 全面的提升彼此之间的军事合作水平 那除了强化三国军事合作 美日韩峰会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打压中俄 在莫斯科举行的这个国际安全会议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透露 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开会 想要寻求北约亚太化 具体操作是 美国让日韩加入已经构建好的奥库斯军事联盟 然后强化北约与奥库斯的合作 最终将北约扩张至亚洲 强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部署 进一步的压缩中俄的战略空间 此外美日韩外党会议还发布了联合声明 提到要继续强化维持台海现状的立场 那换而言之 美日韩要继续在台海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给岛内台独分子营造生存空间 并且给他们提供援助 最后再破坏这种平衡 让台海局势向美西方有利的方向去发展 对于这种情况 中国是采取了两项措施 第一项就是对美日韩所谓的强化维持台海现状的说法 中国防长李尚福是针锋相对 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或者想要以台制华 只会迎来失败的结局 美日韩把台湾岛视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棋子 认为进行一些象征性的动作 就能够达到向台独分子释放错误信号 并且施压中国大陆的目的 从而消耗中方的战略资源 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 对美日韩的意图 中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既不会让岛内台独势力升温局势 也不能允许美国及其盟友以台制华 所谓的维持台海现状的这种说法 中国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第二项就是在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举行之前 中国外交部宣布 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将会在今年的9月举行 地点是选在了古巴的首都哈瓦那 有77个国家参加 在这个时间点 中国高调的宣布参加在美国后院举行的大规模峰会 释放了一项重要的信号 那就是美国一言堂的时期早就已经结束了 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已经变强 话语权也在持续的提升 美国扰乱国际局势 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必然会被强力的反制 其战略部署也只会落得失败的下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